因為我是警察官 不是啊 合理盤查 我做了什麼事情 藝術家穿著破牛仔褲 拿著早餐走在中立後車站 卻因為神情緊張 遭到警方上前攔查 質問我沒看過你 你從哪裡來 並要求他出示身分 民眾認為自己沒有錯 不願配合盤查 雙方火爆情緒 漲到最高點 我現在要走 你幹嘛碰我 你幹嘛我很蠢 就是一句你很蠢 民眾的手機孤單被搶走 甚至還遭三名員警壓制上銬 女藝術家事後將過程PO網 直呼被剝奪自由九小時 被逮捕的就是臨界點 巨像度劇團的團長展慧玲 他表示頂方在徵訊期間 含用輕蔑鼻翼的口吻羞辱他 甚至還嗆說 你最好是沒有犯罪 不爽罵那就去陳情 網友們紛紛到中立分局洗本 直呼不敢去中立逛街 免得被靠走 甚至還有人質疑 這裡是北韓罵 這根本就是白色恐怖 警方頒出法條強調可以盤查 行進指定的公共場所 或者是管制站的民眾 不過指定的標準究竟為何 難道是警方說的算 警方加強查棄哪些區域 民眾不知情 拒絕無辜盤查 竟然被強行帶回警局 警方強勢回憶依法辦理 女藝術家也委託律師提告 捍匯此生權利 接著劉志然和孟強周配與桃園採訪吧